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写了个PRC三个字 这个连接线一头插到300CPU的DP口或MPI口 另一端接一台网模块 然后通过网线 我们要注意啊 通过无线路由器或交换机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直通网线 一定要用直通网线 我们随ETH模块附带了两条网线 一个就是交叉网线 上一节我们已经讲到了 就是通过计算机直连的时候 需要使用交叉网线 今天我们现在是通过无线路由器来进行连接 所以需要使用直通网线 直通网线就是这个 当然颜色我都是白色的用的啊 现在直通网线一端插ETH模块的一台网接口 另一端插路由器的LN口 这个不要插错 千万不要插到这个 这个是WN口 我现在数比较动的这个地方 这是WN 这是接外网的 如果您现在没接外网 就是覆盖车间或现场击败米的范围 我们直接就插到 路由器的LN口就可以 好的 插好以后我们打开 插好以后不行 我们现在先连接 先要连接路由器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现在点连接 连接以后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路由器是1921680.1 是通达的无线路由器 接上万 好了 夜门进来了 我们现在因为没接外网 所以我们不需要它拨号 如果您现在接外网的时候 不需要进行这个设置 因为您接外网的时候 路由器接外网 就直接把 直接把 网线插到路由器的LN口就可以 连接以台网模块 不用进行任何设置 现在我们没有接外网 所以我们需要点自动获取IP地址 这个无线密码 就是您个人设定的 对无所谓 您记住就可以设定好以后 我们现在 好好连接 连接的方法我们就不介绍 这很简单 连接以后输入密码就可以 连接完以后 我们现在打开网上邻居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地址 我们边属性 还选TCPIP4 这个地址一定要和 ETH模块的 在一个IP地址上 我们选192 168 因为上一次我们用直点的时候 选的是100 这次选99 紫网研码是摩认 然后是网关 168 1 这个不要添错 确定 也是 分闭 修改IP以后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温机系统 修改IP以后 提示检测连接 不要理会 好 现在打开变成软件 先选项 还是ETH AUT 模块的IP地址 192 168 1.10 OK 连接上工 大家可以看到 无线连接的方法非常方便 我们现在 大概 我的电脑离着PRC 现在有500多米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 PRC和电脑是通过 无线楼器和以太网模块 进行无线连接的 非常方便的 就形成一个无线网络 而且速度非常快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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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